雷声大座 雨淡狂砸路上行人 卷起裤管 鞋子 袜子全湿了 大雨箱是用到的 又急又猛 汽车经过机器 一阵阵水花 有伞的赶紧撑伞 没带雨具的 只能快跑 成了落塘机 想说应该刚好可以避开 因为刚刚在吃饭 结果没有 这个天气 昨天比较意想不到 因为我有看到 我出门前有看到下雨 但没有很大 我就有带一把小伞 结果我一出门 雨就淹到我的脚踝 然后就很可怕 因为在外的地形太复杂 所以说 它每一天每一天 所生长的这个位置 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差别 鸡北雨塞巴虎 那也有人把它翻语叫狮豹雨 雨是凶猛的程度 就跟狮子跟豹子一样 新男朋友加上午后热对流 突如其来雨是惊人 被形容是猫狗雨 而且降雨地区难预测 来到台北市万华 狭小的巷子里 瞬间大雨宣泄不及 当地居民很疼痛 附近邻居透露 10号下午的一场大雨 积水间的很夸张 几乎是到了这个阶梯的位置 也就是超过我脚踝的一半 而在往旁边看的这条巷子 更是积得更夸张 水里面从这里弄出来 家里头衣服鞋子统统泡汤 等了半个小时 积水才慢慢退去 我家里这十几年都 应该半死了 那个房屋 这两三千比较低 都跑进去 里面东西都坏了 要这个水沟把它 要重新把它弄开 因为里面东西都堵住了 冲水设备是否出问题 还没厘清但极端气候 夏季热对流旺盛 不只考验双北排水设施能力 也让淹水灾情 一一引爆名愿 欢迎新闻由博主 黄生轩台北新北综合报道